那我们把握时间来为听众朋友们解答的问题 首先这一题呢 哇好长喔 表面上看起来是一题 里面是哇 穿插了三题喔 他是这样讲的 他跟他的女朋友现在是同居的一个情况 但是呢他女朋友想着呢 他不想靠这个男朋友 想要另外呢 可能他再去租一个有低收入户补贴的一个公寓 那另外呢 他自己还有一个低收入的这个医疗保险 我想他讲的是白卡吧 那他现在想要报税了 要问这个问题喔 如果是他跟女友现在是同居的这个状况 他在1040的这个表格 报税表格上面 可不可以把他的女朋友 当作自己的这个抚养人 dependent喔 那这样子的话 让这个男朋友就可以变成head of household 就是一家之主 可以这样做吗 女朋友可以变成你的被抚养人 也就是说你养着你的这个女朋友 那另外呢 他也在问说 如果呢 他在他的表格上面写说 是的 我愿意被抚养 这样的意思是不是就表示说呢 他可以被他男朋友抚养了 那另外呢 他的退税的这个额度啊 因为他是被人家抚养了 会不会他退税就少退了 那还有 他现在因为要去申请低收入户的这个补贴嘛 还有医疗保险 那会不会有影响呢 如果是有人 把他clam当作是抚养人的话 这样子会不会有影响啊 哇这个关于这样的这个问题 我们当然要找出这个专家中的专家 今天为大家有请到的是我们李豪会计师事务所的李豪李会计师 哈喽李会计师你好 主任你好 那回答他第一个问题就是他的女友 他女友不能变成他的dependent 除非他女友是他的合格子女或合格亲属 否则他不能将他女友申报成被抚养人 那合格这个亲属的这个这个定义倒是很很广 是他子女既子女既养子女兄弟姐妹同父异母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 既兄弟姐妹或他们其中任何一个人的后代 那所以除非他是在这里面这个有这样的一个关系的话 才可以有可能可以这个decode 那他假如说他的女友 说是被抚养在他睡表上填写的话 会不会对他睡表有影响 对他睡表没有这个这个太多的影响 只是他不能他自己家有这个小孩 或者就有其他抚养人他就不能claim 就他变成被抚养人他就不能claim 他自己还有在抚养别人 那最后就是说他这样的这样的报税 对他的这个低收入住房补贴和低收入医疗保险 有没有什么影响 这要去看一下他低收入住房补贴和低收入 这个医疗保险的这个条款和规则了 所以这个这个呃这个跟税法倒是没有直接的关系 哦OK跟税法无关哦 所以你自己要去看一下这个呃 低房补助跟这个白卡上面的游戏规则到底是怎么样 你才能够拿到你想要拿的这个福利哦 哇好的好的我们这个题目这么长 李豪会计师快很准哎 直接把重点抓出来几秒钟就已经可以把他这个解答的非常清楚 哦那希望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们你有听到我们李豪会计师为您做的这个 仔细的一个解答 你不想要了解答 因为我们这小伙优独家 所以我们也有看到